这里是一处能够洗涤人们心灵的梵天净土 这里仰望可见湛蓝苍穹 触摸梵天星辰 这里侧耳可听深邃法月望却世间过躁 这里闭目可触摸千年文明 遥想历史沧桑 在这里您也许能遇见最真的自我 在抛却世俗烦恼的田径和虔诚信仰的震撼中 体悟心灵波涛般的悸动 宗强金顶 范音缭绕 世界最大的藏学府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拉布棱寺 就坐落在这片祥瑞圣域 举目四望 细室磐礴的藏传佛教建筑全落 映入眼帘 无不令人震撼 这座出建于1709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藏学佛底 在清赞纲原佛光闪耀三百载 占地面积达1234亩 拥有六大学院 48座大小佛殿 星罗旗部 38院昂前 集五百余间僧舍 临次致彼 108座属寺 如众星捧月之势 遍布 甘 青 川等地区 拉布棱寺 因其严密的显密宗 兼修体制 造就了佛学高等学府的地位 成为信教群众 身心向往的圣地 明阳国内外 在拉布棱寺面前 蜿蜒流过的大夏河 是拉布棱地区 僧俗群众 世代供奉神灵的净水 它从发源地右旋而出 在此冲刷出一块 犹如金盆养鱼的吉祥之地 滋润着沿河两岸的 秀美山川 养育着这方土地上的万物生灵 在这片锦绣大地上 万物城祥 驻圣灵 处处弥漫着人与神灵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气氛 大夏河 大夏河 一路汇集 多沙河 隔河 央曲河 清水河等之流 在土门关出境 流经临夏州 最终汇入黄河 拉布冷寺所在地 也因这条河而命名为夏河县 夏河县地处甘肃省西南部 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 甘青川三省江界处 自古有东通三龙 南街四川西连康藏北进清蒙之称 夏河县地处于青藏高原 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 是蒙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过渡带 亦是藏汉文化交流汇翠之地 这里不仅是西北民族文化孕育地之一 也曾是安多藏区之经济 政治文化 及宗教活动中心 到夏河 宁可领略大美的自然风光 感受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 欣赏美轮美奋的宗教艺术 体验淳朴的民风民情 感悟前程的民族信仰 以县城西侧的拉布冷寺 为心灵之旅的起点 向西倒三棵草原 可体验牛羊与帐篷兴罗齐步 绿野与鲜花一望无际 马背与木戈 酣畅淋漓的纯正高原游牧文化 向北岛甘家古城 可触摸千年历史 与文明的亘古交替 感悟古城遗迹的沧桑历史 禅修溶动的鬼斧神工 天然巧成的石林及翠湖 追寻拉布冷文化 发祥地之故事 向东至云上天时 达尔松湖 可欣赏高原圣湖的秀丽景致 探秘当地群众的鲁神信仰 东至熊猫沟自然景区 享受天然养巴的静蜜 体验异彩分成的民族风情 融入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 欣赏高贵华丽的拉布冷民族服饰 此外 沿着夏河机场公路一路向南 和沿路观赏万亩油菜花基地 融入花的海洋 释放最童贞的欢乐 夏河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 人文景观独特 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 和绚密多彩的多元民族风情 散发着清酒不衰的魅力 每年规模辉红的祈愿法会 和香浪节等宗教民俗节庆活动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及信教群众 蜂拥而至 夏河县就像是一位深藏龟中的厨子 开始接受人们的丈量和朝圣 开启了他的青春之遥 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一杯杯香醇的藏家美酒 欢迎各位有缘之人 来寻您梦中的香巴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